字幕提供 然後這個介紹一下 Single Activity Architecture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Architecture 就是一個Single Activity的概念 然後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只是我 之前看了J.Watson的U2020 之後我發現他沒有用Fragment 我就很好奇 所以我就開始想要學著他 用Custom View來顯示中心 然後後來發現 Square裡面有一個 有個人他有寫了一篇一樣的文章 所以他寫的比我還要好 但是 等一下我跟大家講那個文章在哪裡 那我跟他做法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基本上跟他也是一樣的 大家知道那個Activity 那個Fragment之間的 那個歷史嗎 Activity跟Fragment的Life cycle大概是 串起來大概是這麼長 所以對於一個任何一個心理來講 我覺得要了解他都不是非常的簡單 什麼AllowState 不好意思我忘記了 Taguma真的有講過 我們之前常在Devite一個問題 然後就是什麼 AllowStateLoss之類的 Combie AllowStateLoss之類的 反正是像那種Fragment Manager 他有超多Flag 你要看他Source Code其實也不是很好看 所以 就是我們想說我們可以不要用Fragment Manager 因為Fragment Manager其實有一點 他為了要做support嘛 所以他有點複雜 然後他的Google工程寫得很好 扛到非常多狀況 可是 我覺得 一個很快的車 一個人不是很快開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他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來做這個頁面切換 所以之前一開始 One Activity Multiple Fragment 或是 Multiple Fragment 其實都會有一些 我覺得第一個關卡 先講說Multi Fragment的狀況 就是說我覺得 第一個他傳的時候 都要靠著Intent來傳 而且整個畫面refresh 所以我覺得他 我不是很愛 然後你要Re... 只要你的View Logic都寫在這裡面的話 其實你的很難Reuse 你沒有辦法在Active裡面 Inflate另外一個Active 要做一部分嘛對不對 所以 我不是很喜歡 Multi Fragment Aeropone 對 他沒有Buck 他是Aerop 所以你不好使用 才會有Error 然後 Life Cycle有點複雜 Nasty Fragment 只能用Code來建造 不可能用SML 那可是View的話 你要 Nasty View非常簡單 OK 而且Fragment 這間傳值稍微有點複雜 你什麼都要透過 Activity傳 Activity你也不能直接傳給Fragment 你要去 把那個Fragment 加進來以後 然後透過那個介面去做 所以我 我想做 Multiple Views 那 因為我假設我要改進一個Fragment的View 我要第一個先知道那個Fragment Fragment起來了沒有 然後第二個才知道那個View起來了沒有 因為兩個都需要時間 可是如果我只需要 只要我直接控制View呢 我只要管那個View Alive Cycle 就好 那View Alive Cycle相對簡單 而且很直覺 從API 1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 Easy to reuse 不用可以 Get rid of Fragment Manager 那個缺點就是 你要先知道一些View的 Life Cycle 其實才兩個Messor而已 所以今天講完就知道了 然後 你要Fat Press 你要自己Handle 你知道那個Event Handle的 過程是 你的 你知道的 收到這個Event 他投個GNI 然後開始傳 傳 傳遍你這整個View Hierarchy 那View Hierarchy都沒有人 就要搜的話 你的Activity就會去做 On Back Press 這個Handle 那 呃 現在你沒有Fragment或Activity 幫你做了 所以你要自己做 On Back Press 然後Animation 再加進來的時候 你也要自己做 這兩件事其實都蠻簡單的 你只要當你習慣以後 你就無腦了 你也不用管說 哪一個版本的 功能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其實 痛一次就好 Constant New Life Cycle 有Construct之後 會先用Unfinished Inflate Unfinished Inflate 這時候會把 假設你說SML有Inflate的話 它會把這個SML裡面的 Child都Inflate出來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Get 說你Child的那個Reference 然後Untached Windows Windows這邊白色 這邊要看顯示了 Unmeasure 先知道自己的 Size是多大 Unlayout 知道自己要被擺哪裏 Draw 畫出來 Undetached From Windows 就是 假設你的Activity 不見了 他就要CoreUndetached From Windows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 第一個是 兩個Life Cycle 第一個是 Unfinished Inflate 第二個是 Undetached From Windows 只要知道這兩個 Activity View Life Cycle 基本上 CustomView就結束了 除非你還要自己在上面畫一些東西 譬如說 一般的Linear Layout 你想要 畫的時候出現泡泡這種東西 或是 這種東西 你可能就是要在Unmeasure 然後Layout這種地方 做 CustomView長得這樣主張 應該都知道 我給SML 然後我這邊寫 我看到Naven Channel 這是我等一下可以給大家一個Link 這是我自己寫的 這個Sample 然後 因為我們現在公司的App 還沒有Release 其實本來現在應該要Release 不過裝在圓後了 所以我也不能給大家看 不然剛剛上一張CoreIn的部分 所以 不過這個有SampleCore 就是CustomView 然後記得要那個 Nespace App 要自己做一個 Application 的那個 Nespace 然後下面就可以放所有你想要的 不管是 Design Library 或是 一般的Image View 這些東西 所以你選的話就是 其實就是一個Linear Layout 這個是一個 這個 是一個Linear Layout 所以 它是一個Linear Layout 然後這邊有 Bart Knife 你也可以用Bart Knife 你可以在這邊 FindView by ID 然後 在Unfinished Inflate 所以這一行之後 所有你的Child 都可以 都可以 這時候你可以做一些 CWI的事情 比如說 Network Call 比如說 一些Synchronize 的 Network Access 然後 包含 剛剛這裡還包含 就是 如果你是用Shaba 你可以Subscribe Subscription Subscribe Undetached 的話就是UnSubscribe 就是Clean掉一些Resource 然後接下來這個View不見了 你不用等 Fragment真的消失了 它可能還會 留一陣子 什麼東西之類的 我知道 我沒有很Serious Check League的問題 我覺得基本上 Work都還不錯 對 就是只要你 你不要太多 呃 太多 奇怪的東西 比如說 Anonymous Class 比如說 記得要Subscribe 非常重要 不然就是你可以在 RS Angel裡面 你可以設那個 呃 就是它的 Scope 那 怎麼樣去操作 這個Custom View 其實Custom View 跟Fragment類似 Fragment你需要Add Custom View 你需要Add View 然後當我說多兩個 一個是在BackPress 跟Remove 這個事情 你要自己做 其實 在Fragment你還是要自己做一點點 不然在BackPress的時候 要做什麼 動作是什麼 然後 Remove 當然你不用做 你還是要Call 比如說點什麼東西 還是要稍微Call一下 那View的話很簡單 就是 我這是模仿那個 很好的 一個Call-A-Keezy 其實也可以這樣做 就是你可以定一個介面 你要把它加進來的時候 你要固定傳什麼資料 所以你要加的時候 就這樣加 就是固定Call 在那個View上面 做一個Stating Method 它會 Inflate出來 然後 加到Parent去 就是 假設你傳進來是個Activity的話 就加到Activity的Parent 就是 假設你這個Activity 你只要 直接蓋上去的Activity 就是 House.setContent Village 然後就傳進來 如果是個 ReviewGroove的話 你就點AddView 很簡單 然後這裡稍微做個小Trick 就是 假設你不想要 你想要用Parent.AddView的話 你可以 Android.r.id.content 就是那個Activity的Frame layout 就是Activity最底層那個地方 如果你喜歡的話 其實這個也蠻酷的 因為只是你的 你的House.View ID的話 從此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View有沒有被加進來 FindView把ID 就抓到 對不對 這很酷耶 你怎麼知道 你現在 這個Activity上面幾個Frame 你不見得能夠知道 就是你可以知道啦 就是 沒有很簡單 但是如果你ParentView 你用這個的話 你用這個 從這個ContentView下去找 你一定 找得到就是 這個View也被加進來 找不到這個View也沒有 而且你所有的Activity只有一個 你所有的View 都只有一個Activity 所以你GateContest 一定可以拿到Activity 我覺得這個還蠻酷 那這個Bind什麼意思 就是說 在那個 等一下那個例子裡面 它是Show 叫ShowItem 就是 就是這個View要跟什麼 只要做個結合 其實如果要做MVP MVPN的話 這也是很不錯的方法 我這Sample裡面沒有 應該沒有吧 應該沒有做那個Sample MVP MVPN 我個人是 只有在 這個 這一個View 很多State的狀況的時候 我才會用MVP MVPN 因為它只是單純Show 就沒有這麼簡單 就沒有這麼複雜 所以我Sample裡面也沒有 不過 就是有些人是說 這樣子不錯 而且很好Test Test其實我現在一直在寫 所以我也沒有這個 Test的Sample 只有15分鐘 好 Bind的話 就是我把這個User 把這個 剛剛有兩個嘛 一個是Name 一個是Time 一個是TestView 一個是ImageView 再Show 所以BedPressed的時候 因為這個Lineal 要能夠BedPressed 要BedFocus 然後 它KeyEvents要收到Keyback 然後是Up 或是什麼東西 所以RemoveFromParent 那RemoveFromParent 是很簡單 GetParent RemoveSelf 就是 點This 就是This RemoveSelf 就把D拉掉 所以Remove很超簡單 Animation也超簡單 不管是Remove或是Add 中間加一行 如果是5.0的話 4.0還是5.0 4.4還是5.0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Transition 是不是4.4以後才有 好像4.4以後才有 應該4.4不是5.0 TransitionMajor 4.4以後才有 所以 你只要在RemoveAdd之前 加這一行 就有動畫 所以超簡單 比較麻煩的是 Rotation 其實Rotation 從Create 這個狀況 不管誰都很麻煩 Fragment CostsView很麻煩 CostsView 自己有一個Onset 的Instance 因為我們的View 是我們自己 跟程式碼加進來的 所以你是 所以你是在Core裡面 SetContentView 也是程式碼加進來的 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你要程式碼加進來的 你可以 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用一個History 是一個Pair 這個是ArrayList You don't stupid But it work 就是我在 我在 重新 重新 譬如說 Conflict change的時候 把它存在Series裡面 然後Save Series其實 如果你很在意Performance 可能不是很好的方法 這可能可以討論 然後之後呢 Uncreate的時候 你就把你的SaveList 拿出來 所以你拿到History 然後這把History的每一個 我先Cache起來 Local一份 然後把每一個剛剛 曾經加進去的View 把它重新重新再加一次 照正去加一次 所以我的View就回來了 那我在SaveView的時候 我就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記得SaveState 就是我會判斷啦 就是 這個 假設我在Create的時候 這個Save要不要被 這個View要不要被 這個View要不要被加回來 如果是Yes的話 就是SaveState 那SaveState很簡單就是 Yay God object There's only one God object That's your activity You get Contest You get your activity And that's your God object Yeah 然後 把History加進去 這是一個 很醜啦 Square的 這個聰明的 應該是PiY 我不知道他 不太知道名字怎麼念 好像是個法國人 他有個法國的Talk 如果你看懂法文 你可以看法文的Talk 然後他這篇文章呢 他有介紹他是怎麼做的 那他也只有介紹AddView Remove的這些東西而已 就其實 這是Fragment Manager 其實 其實都一樣 就ShowItem就是我的Bind 然後他有自己想BackPress 這些東西 其實都差不多 然後他的CustomView 他的View也是 CustomView也是在 CustomView訊息費這邊 去GetReference Initialize 嗯 那ShowItem這邊去 做一個資料綁定的動作 對 一樣 只是他跟我不一樣 就是他的History 他是用他的自己寫的Library 然後 Jay Walton也有講過他是 不用 他自己寫App是沒有Fragment 然後 Mota的Fragment 就是剛剛這個說的 Jay Walton說 他覺得 這是他說過的 他Twitter說 好 這他說了 所以我也沒用 我覺得可以 很簡單啦 但是如果我 Use case更複雜一點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用 現在我還沒有想要用 好 其實我看不懂啦 哈哈 我承認啦 所以我沒有用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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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們 有些人 我承認 你 他不知道 她說過